同学们好 又到了学习新知识的时候了 上一节课呢 我们主要介绍了这个信号语槽 也就是这个Qt或者叫PiQt GUI 那么最开始与众不同的地方 那么因为现在呢 这个技术不断的发展 现在很多GUI 已经开始抄袭Qt的 这个信号语槽的这个概念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继续向下学习 学习下一个空间 这个单行文本框的使用 在学习之前呢 我们还是用那么一小部分时间 去复习一下上一节课讲的知识 因为上一节课这个知识量 稍微大了一些 好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今天我们的这个 学习任务 今天主要是讲这个 更多的这个交互内容 单行文本框的这个使用 那么学习目标看一下 我们继续这个加深理解 信号语槽的这个机制 掌握Eric自动生成 槽函数的这个流程 并且我们自己要具备 这个修改程序的能力 有一句话说的比较好 叫这个优秀的程序员 他创造程序 伟大的程序员呢 他复用程序 就是说很多已有的东西 他不去重复的造 他直接拿来用 更能提高生产力 然后最后呢 我们就继续学习一个空间 就掌握单行文本框的 这个使用方法 我们上一节课 讲了这个 Eric Ford生成的这个 淘寒数 前面有一个这个装饰器 叫at pyqt signature 那么我们来复习一下 这个基础知识啊 这个装饰器 装饰器呢 它主要是 最开始的提出的这个 企图和动机 主要是为了在这个类中 实现这个静态方法 那么在python大约是 2.2的时候 2.2版本的时候 2.2之前 那么实现这个类中 实现这个静态方法呢 就特别笨 为了解决这个 实现静态方法 这个很臃肿 很笨的这个问题 那么装饰器呢 被提出来 装饰器的语法呢 就是很简单 一个at for 加上这个装饰函数 那么这个 装饰器需要 书写在 它装饰的函数 定义之前 也就像我们看的 这个 在r4里面 自动给我们 生上这个草函数 那么我们来 打开r4看一下 我们这次就带大家来 深入的探讨一下 为什么 这个装饰器函数 有什么作用 为什么要使用它 稍微等一下 这个程序启动 好 还是project 然后进的工程 打开我们这个 sorry 这个错了 打开我们上一次 这个工程 然后我们直接打开这个 带有藏件数的这个文件 那么这里可能大家看不清 我把这个字号调到稍微大一些 好 这样能看清了吗 我问你们 你们回答我也不知道 行 大约就调到这个程度 那么前面导入这些包 我们就不去细说了 包括从我们这个UI文件中 导入这个UI的类 这个我们也不说了 上一节课提过 这是属于基础知识 那么我们看这个出入化函数 这个也没有什么可讲的 上次也说过 主要看这里 这个装饰器 它修饰的是 我们的这个槽函数 on pushbutton6 clicked 这个槽函数的定义 有什么特点呢 上次我们简单的提了一嘴 它是一个on下划线 加上空间名称 然后再下划线 加上这个信号的名称 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这个函数 就能这个条件反射地想到 这是pushbutton6的 click信号的这个槽函数 那么当这个空间被click的时候呢 自动执行这一个动作 那么它前面放了一个 PUIQT signature这个装饰器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的作用就是 区别这个槽函数 是对应哪一个信号的 那么并且区别这个信号 是否带有参数 比如说我们回到这个 generator dialog这个对话框中 我们看一下 pushbutton6 它这个click的 还有另外一个信号 叫pushbutton6click的 bo 就是这个bo值 比如说我们选中它 然后再重新加载一下这个函数 好 好 这里有点错位了 我们把这里改一下 我们这一句应该是在 程序的这个最后 再贴回来 那么这里我们就看出不同了 同样是这个 两个函数 两个槽数都是 名字都是 on pushbutton6click的 那么这里呢 除了它们的参数不同之外 还有就是它们的修饰函数也不同 刚才我们生成这个 自动生成这个 残算数的过程 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click的函数呢 它是带有一个布尔参数 所以呢 它这个装饰器中就 传递这个布尔参数 这个参数值过来 那么 这个呢 因为它没有参数过来 所以这个装饰器就是空的 传了一个空参数过来 就是不传递参数 那么这个装饰器的作用呢 就是 区分 同样名字的这个 这个槽函数 它所携带的这个参数 它具体就是这样一个作用 Eric Ford自动给我们 生成的时候呢 因为它 不知道我们是不是 同一个空间 有多个 同样名字的函数 所以它默认 把这个装饰器加上了 假如说我们 只有这一个 槽函数 我们可以 附加这一具装饰器 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呢 我把这具删掉 现在只有一个 pushbutton6click的 这样一个操汉数 这一具 我把它注视掉 就让它不起作用 我们再运行一下程序 看看会有没有问题 测试 你看 这个程序 依然可以正确执行 因为我们把这个装饰器 虽然我们把这个装饰器 注视掉了 这个程序 依然可以顺利的执行 label也发生了改变 这是因为呢 上一节课讲过 这个 setup UI函数 会自动根据这个名字 把信号跟槽 联系到一块 所以即使我们注视了 这个装饰器 也无所谓 但是如果我们有 有第二个 跟它一样的函数的时候 这样的话 你注视到这个装饰器 这个结果就会乱掉了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刚才 pushbutton6 好 这选中的这个已经 没法再次选中了 我们回来 好 我们重新加载出来 这个函数 这里有个小问题 就是它不会 已经选中了 它不会再重新加载了 那么我们自己来 把它复制过来 signature 新号名是Bull 这一句是self 然后还有一个checked checked的参数 好 如果我们把第一个注视掉 第二个装饰器也注视掉 这种情况下 我们再运行一下 看看会不会有问题 这里就不用修改这个label了 我们去 叫另一个扫打数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效果 好 看这里弹出了一个错误框 说这个 有一个type error on pushbutton6 clicked taken exactly two arguments one given 也就是说 这个函数呢 需要两个参数 但是最后只有一个参数 只给定了一个参数 这是个错误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 我们同时定义了两个函数 那么这两个函数呢 一个是一个参数 一个是两个参数 当这个系统调用的时候 传参的时候 他就不知道传给哪个了 就会出现错误 所以这个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修设计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把这个修设计恢复 这个时候 就 没有发生错误 但是呢 我们发现 这个时候执行的是 第二个函数 也就是说 另外一个操函数 打印出来的 那么这个label并没有发生改变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 装饰器的这个作用 那么我们把第一个也恢复 我们看一下 当两个装饰器同时存在 两个操函数同时输写的时候 他最终会执行哪一个 好 看一下 那么这种情况下 两个操函数都存在 并且装饰器也存在的情况下 最终他这个函数会执行 我们 凑定义的这一个函数 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不要同时搞两个click的函数 然后实现不同的功能 我们一个button就对应一个槽函数 那么这样我们就把这个删掉 作为实验的这个删掉 这个装饰器的这个问题 就跟大家介绍到这 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所以大家也明白了 这个装饰器这个货 就是给一个曹函数传递参数的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修改ERIC4自动生成的程序 因为ERIC4自动给我们生成的只是一个类 它不能直接用 也不能直接运行 这个学过Csharp或者Java的人都知道 这个类一旦要运行的话 首先它需要实力化 就是你创建一个这个类的实力 那么Java和Csharp里边创建这个类的实力 要去用这个new这个参数 Python就不用了 它直接就给这个实力取个名字 然后等号 就像这样 这是这个类 给这个类取一个名字 然后等号直接 等于这个类的名字 会被加括号就可以了 这样就实力化了一个类 那么 导入缺失的包 这个上次我们实验的时候也看到了 就是它自动生成这个 带有曹函数的这个文件呢 它这个包默认是不导入的 这个挺奇怪的一个现象 就这个pyrq4 然后qtcar和qtgy 这个它是不导入的 我们出现这个错误的时候呢 就从这个UI文件里面直接复制过来 就是UI文件里面已经导入过 然后执行GUI程序 这也是我们 要跟大家说的 就是你最后要执行程序的时候 一定是 这种方式书写 就是只有在 这个文件自己运行的时候 就是name 它这个内置的程序变量name等于main的时候 你才进行相应的操作 如果是外部 从外部导入这个文件的 那我们这个程序就不要去执行 跟这个UI文件里面是类似的 这个也放大 跟这个UI文件里面是类似的 跟这一部分是类似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不要把这去掉了 然后把这些都顶行写 那么即使外部导入这个文件的时候 这个UI文件自己就执行了 你并不能导入它的一个类 并不能单独导入它这个类 所以这是一件 对开发来的时候很有用的事情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再继续向下看 这个单行文本框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空间 单文本框主要是接受用户输入的信息 那么偶尔也用来显示信息 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 这个显示信息不是用label吗 这个文本框 你可以让它默认的有一些文字在那 然后用户输入的时候 再把这些默认文字删掉 所以它也可以默认的 作为一张提示的信息 它一般是与其他空间一起使用 这独立存在意义不大 这个文本框光敲完字之后 不能提交或者不能上传 这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怎么用 还去打开我们的这个界面 然后 拖一个 line edit进来 到这边 然后我们再加入两个按钮 这个就取名字叫清除 那这个文本框和按钮就加完了 那我们回到这个for下编译一下 好编译完成了 编译完成之后 我们刚才说这个 呃 显示的问题是吧 加个提示 然后我们保存在这边 然后我们保存在这边再编译一下 那我们运行一下这个界面 F2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单本 呃 大汉文本框 它在这里也可以写这些信息 然后我们要输入的时候呢 就从这里 test 但是这样呢 我们说的内容呢 并没有这个 有什么 与我们有什么交互 所以我们这样再把这个 再加一个按钮 再打印文本 好 保存 然后回到这边来 编译一下 切换回工程界面 代码 F2 但这边我们输入打印文本框 也是下边不会有打印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 草函数处理这个事 所以我们看 我们最后加入了这个 打印的是 PushButton8 这个是清除是PushButton7 所以我们回来给它 收成像样的这个草函数 文本框就是LAN 就这一个 那么七和八 Click 选中 好 这边更新了 那么七和八就出来了 应该 这里最后一句话 还是被顶到上面去 每次都要这个重复一下这个问题 把它拖下来 好 那么这两个函数肯定默议收成都是没有实现的 并且抛出个异常 所以我们要收拾它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文本框是怎么命名的 好 SelfLanEdit SetTax是设置这个文本框的这个文字 我们清除 清除的时候就把它的那个Tax的设置为空就行了 那么我们这个的时候呢 打印它的时候呢就不能 现在是取得它的Text 好 这个方法呢 先这样写 不一定能 准确对应 我们有错的时候再改 好 现在可以直接运行一下 好 我们看啊 这是请在此输入信息 然后点清除 OK 清除掉了 那么输入一个Test 清除 清除没有了 然后呵呵打印文本框 开箱 哎 打印出来了 这就是获取的文本框的内容 你能打印你就能进行其他的相互操作 可以把它传递给别的参数 或者是上传的网络 或者是发生的邮件 这都可以 打印文本框 然后 你好 哎 这有问题了哈 阿斯科的看了 您扣的乱七八糟这些 这就是我们下节课讲多网文本框 这是我们大下节课要讲的这个乱码出来的问题 或者是这个字符字符编码问题 那这里我们先中转到这 不做处理 这节课先不做处理这个问题 还是重新把这个脚本印象起来 那么下次输入信息 这很奇怪 它原来的信息可以显示的挺好 那我们再输入中文就不行了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到后一节课会 详细的讲清除 然后我们就 哈喽 这可以打印 好 这个功能呢 就是这样 那么也基本上实现了 这个也就是我们文本框常用的功能 就是清除它的显示内容和获取它的显示内容 清除就用set text的这个方法 并且把它这个字符串 传个空的字符串给它 那么获取它的内容呢 就是line-edit.text 然后扣号 就是可以获取它的内容 那么后面呢 我们会讲它的这个获取之后 这个怎么给它 解码成正常的字 或者是复制的时候 怎么给它 就是设定字符串的时候 怎么给它正常的编码 然后它能显示汉字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简单的介绍到这 就这两个方法 后面会详细的去介绍 大家先熟悉这个过程 怎么去跟它交互 清空或者是读取它的显示内容 然后呢 可后给大家留一点作业 就是设计一个界面 获取用户的信息 姓名 电话 邮件公司 信息等等 当然了 现在只能全用英文的 打印到你的控制台 这里面肯定要有label 有文本框 有这个按钮 这个大家可后去练习一下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